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注正在韩国肆虐的 中东呼吸综合症 你妹的思迷的 这应该叫大韩呼吸综合症 这你都要强 在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的 疫情持续扩散 保健社福部在9号通报 再有8起新增病例 以及1起死亡病例 令得确诊人数增至95人 其中7人死亡 韩国部分学校为了 学生健康着想是决定停课 而韩国教育部长也表示 将会严防病毒在学校扩散 由世界卫生组织的助理 总干事率领调查组 最快将于下个星期 访问韩国和韩国政府 携手调查这个MERS 疫情的蔓延情况 这次的MERS 真是刷新了我对韩国的认识 有日本人打了个比方 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他说中国的污染物是PM2.5 日本的污染物是核辐射 韩国的污染物是韩国人 接下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 韩国人的智商 一名深染MERS 正在隔离的韩国大妈 因为无聊偷偷溜出去 跟人打高尔夫 大妈 你是年轻的时候光顾着整容 忘了整脑子了吧 隔离呢你干嘛 而因为传染的太过严重 韩国总统朴槿惠怒了 你们能不能半点实施 于是一怒之下 他就去医院视察了 朴总统不愧是女中豪杰 人一户人员武装成这样 他连口罩都不戴 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 而眼看着总统都豁出去了 韩国的卫生部门觉得 不行 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现在MERS传染那么的严重 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 于是他们在动物园 隔离了两只骆驼 人家在动物园里 关他好好的 从中东传染了病 关他们什么事啊 你们卫生部门还真是会玩啊 显然韩国人民也不傻 面对如此弱势的卫生部门 他们集体要求解散他们 他们觉得靠你们 还不如靠泡菜好吗 是的 现在在韩国民众心目当中 泡菜是抗MERS的神器 因为据说上回非典盛行的时候 韩国没有出现一例患者 就是因为有泡菜 得了 这种智商还需要我说点什么吗 而很不幸的是 韩国这个朋友 我们现在已经不能退货了 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成 和韩国通商产业资源部的部长 尹向植 在韩国首尔分别代表两国政府 正式签署了中韩自贸协定 这是我国迄今为止 对外签署的覆盖议题范围最广 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 未来中韩之间超过九成的商品关税 都会降为零 而关于这个中韩自贸区 中国人有什么好处 有媒体总结了一下 第一 化妆品更便宜了 而且无需海外代购 看来我朋友圈里好多人要失业了 第二 正情不用出国门 韩国医生上门服务 进自贸区的人各有各的不同 但出自贸区的人却总是相似的 第三 出国游客享受韩国旅行车一站式服务 梦死这么严重你跟我说这个 第四 吃货们有福了 在家就可以品尝到正宗的韩国泡菜 你逗我呢 而关于中韩自贸区的成立 日本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跟美国TPP谈判那么久还僵着呢 隔壁两个小伙伴居然搭伙搭上了 有专家就分析说 日本在不久的之后也会加入进来 形成中日韩自贸区 那到时候什么马桶啊 电饭包啊 这些在中国也能买着啊 哎呀 好啦 其实这些日货我是不care的 不过 那什么到 什么热 应该是可以进口的吧 其实啊 说到中日韩三国的关系 那绝对是相邻相似相依偎 放荡不羁爱撕逼 站在中国的立场 你觉得谁更适合做朋友呢 日本和韩国比起来 你更想跟谁做朋友 我愿意跟苍老师做 做韩国啊 日本人 可以选择个户吗 如果非要他也选 的话更想跟韩国做朋友吧 因为 这样韩国再购口就少一点 跟日本吧 但是必须得再搭配一个韩国人 因为中日友好靠韩国 韩国 为什么 棒子有红灯区 还是日本吧 因为韩国媒体都太萌萌大的了 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 就显得我比较悍性 说 那你给我编一个我也不会说 我也不会说 韩国吧 为什么 我老婆就是韩国人 日本和韩国比赛 刚想跟谁做朋友 这当然是日本 为什么 日本有我喜欢的电影性 接下来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稀稀浪大又不要钱的 有点新闻 大家好 欢迎参观我家的后院 今天就在黄埔江畔 跟您说一段有点新闻 首先让您关注呢 之前汪峰同学在酒店门口 误以为被偷拍 结果人家说是来拍周杰伦的 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不用吐槽都自带梗 但是呢汪峰同学不高兴了 他的团队呢 9号发表文章坚称 他们就是来偷拍汪峰的 也是很计较嘛 除了澄清这件事情之外呢 此篇文章的标题和中心思想就是 没有汪峰大陆歌坛将近失半壁江山 看天上牛在飞耶 歌坛我是不懂 没有汪峰的话 大陆的皮固市场可能真的会失去半壁江山 下面再来看呢 苹果近日发布iOS9的新系统 要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请谨慎下载 再来关注高考结束了 有专家都提醒考生说要注意安全 因为备考期间压抑的情感 会在考后集中释放 当心迎来9月的堕胎潮 哎呀 现在你们这些学生就会玩啊 让你们抓住青春的尾巴 不是让你们抓住青春的什么巴 大学生现在都在干嘛呢 他们都在炒股 想到这个真是惭愧 有调查就显示 目前有三成的大学生用生活费来炒股 由此没有心思找女朋友了 说他好像你们不炒股 就能找到女朋友一样 最后再来关注呢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先前因为打造数亿美元的新总统统 备受指责 最近他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 终于谈露心声 讲述了自己为什么要吃巨资 打造这个新总统府 因为旧总统府 有蟑螂 哎 你们一个民主国家的 好意思这么讲话吗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又来了 欢迎扫描我旁边这个巨大无比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另外可以关注本人微博 游志东安森尼 要想第一时间了解节目的更新情况 可以下载凤凰视频客户端 搜索又来了节目专缺 而我点击收藏就可以了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在这里 旬边 有 shuffle 不愧